市場菜單前 集滿採買人潮 但民眾東挑西選 看到菜價上漲 實在很難下手 前這個120塊 現在一把快50塊 這很貴 而且蔥這更貴 今天比較貴一點點 應該是颱風的影響 水災吧 尤其空心菜 街藍菜等 葉菜類過去便宜的時候 四把只要50元 但現在同樣價格 只能買兩把 葉菜類貴 貴多少 這個貴不少 貴幾成 大概多一倍 蔬菜變貴 除了颱風預期心理 主要還是因為 中南部雨災影響 產地數量減少 但需求不變 價格自然調高 小黃瓜 絲瓜 苦瓜 這個長得比較多 這只要一成 一成就不得了 夏天盛產的瓜類 零售價hold不住 就連價格穩定的根莖類 胡蘿蔔 馬鈴薯 洋蔥 美台金也貴5元 長了將近一成 而長最多的 就屬小白菜 每公斤從20變60元 青蔥每公斤 70漲到110 漲超過三成 根莖類或者是一些 像高麗菜 比較能放的菇類 的話都會提前些買起來 中風一早又民眾到賣場 趁下一波漲價前 先把蔬果買齊 雖然這回白鹿颱風席台 北部不在颱風警戒範圍 但菜價全台灣連動 也讓婆婆媽媽相當有感 接著正宗和劇亂台報道